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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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相信就是上月13日开车高速驶过飞军市区,中枪受伤后被韩国军人救走的24岁士兵,韩联社发先舍不过,另一个可能性是本月21日趁着农务越过,飞军市区进入韩国的士兵。 事发当天,韩军开了20多枪,像在区内搜索的朝鲜部队市警。 报道也指出,以往传出朝鲜高层,有接种派军病疫苗的状况,但现在可能连中下层士兵都有人接种过。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生化实验室时,还透过镜头,公开实验室内部,更称不排除大量生产生化武器,并强调查,显军对对,生化武器,有免疫系统。 探军军毒性很强,除非使用抗生次或接种疫苗,不责任在接触后24小时内,起码会有80%的死亡率。 韩国国防部先前表示,首尔预料最快要到2019年底,才能为韩军研发出探剧疫苗。 据韩国时事杂志报道,中韩美军不断在基地进行活军试验,美国部对韩国门户与总和为协辩识联合专案JUPITR获得900末美元,367月末950美元的预算,进行相关研究,超否认延伸化武器,时事杂志称。 这项专案,旨在培养侦测生物武器的能力,事实上,韩国国防部证实,自2009年起,美军前后已进口炭军军活体样,本多达养5次。 2015年进口时,可能有22至26人接触到这些样本,引发韩国人紧张。 日本赵粤新闻早前报道,朝鲜已展开如热度与压力等,设备测试,以防洲际弹道飞弹重新进入大气层时,炭军军会因超过射氏七千度的高温死亡,而测试在于判断,炭军军是否能承受洲际弹道飞弹上的高温高压。